我把风险摆在第一位 做出更正确的一个判断 因为细节决定了成败 这些台帝就是跟你的生活 做些连结 完全地沉浸在这一块领域 非常有挑战的一门学问 一眼就能够转 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过程 我会跟你们印象 好 直接要切入是在原味道族群身上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看到台塑四保的部分 台塑四保 这个9分的营收已经出炉了 这一头两家衰退 两家成长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来看到台塑的部分的话 减少10.5% 这压力看起来蛮大 结果增加部分 南亚增加0.2%而已 台化减少10.9% 台塑化增加有11.4%之多 这在台塑化的部分 增加有11.4%之多 汇丰直接砍台塑三保的一个目标价格 塑化需求是比较疲弱吗 今天整体的塑化类股里头的话 随着在油价大幅度回软情况之下的话 也有一些重挫的局面 这一头抱怨在华夏部分 在国桥 国桥 S&M国桥部分 也跌幅接近有半根的跌地板之多 台塑的中石化 这些也都是下跌跌幅在2%左右 好 这是我们刚刚所插播的一个 最掌握到最新的数字 那么要继续切入 黄小玉不再暴走 原汇道族群的后事又该如何看待 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一二再再三 从当时原汇道族群开始要起涨 开始在暴衝情况之下 Q3的话题继续的延烧 结果相对高等位置 我们也提醒过好几次 这个回档回落的空间里头 我们来看一下 黄豆黄小玉 每每在高档情况之下 一二再再再三定名 现在已经回落到这里了 来看一下 这头小麦的部分 也是一样高档震荡 不过距离像在高点 已经有一段了 会担心颈线的跌破吗 余域民的部分也是一样 已经滑落这个比较平行线 会大幅度扩大滑落的空间吗 原油的部分展示到这边 结果呢 昨天的一个重做之后 会形成比较有效的 一个回档格局吗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黄小玉的现象 好 凯元 请你来补充一下 这头的黄小玉的话 其实这个 原油族群的部分的话 是昨天最重要的一个题材 结果从台塑集团 我们可以看到 两家成长两家衰退 衰退幅度力道是比较强 你的观察 我觉得台塑世保的一个部分 应该要稍微留意一下 这里有可能带动 整个硕化股往下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 南亚 昨天以二存厂的一个部分 回锈厨 有个回锈去了 然后基本上它被热令 有部分停工 所以带动所谓的一个 台塑化的一个部分 它本来产能已经开到 100%的一个情况 所以来到目前为止 必须要缩减产能 到80%左右的一个水平 所以目前预估啦 只要停工一天 基本上对于整个台塑的 一个集团 大概一天了解 一天了解 所以短线之上 配合到近期 整个台塑世保 其实波段都已经拉高了 然后近期高档 已经开始出现一些些 微幅度的一个法人卖操 然后配合上 目前的一个利空 出来一后 我感觉短线之上 大家一定要留意到 目前相对应的 相对应高基期的一个情况底下 配合国际的一个情势 会出现比较脊弱的一个情况 短线应该要留意高档 是存在实质上的一个卖压 那当然如果说看到所谓 黄晓玉的一个价格来讲的话 老实讲这也就是我对于目前 整个台股的一个看法 是趋于保守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知道 我想我们都可以知道 其实过往从美国QE1到QE2 的一个过程里面 其实造就了整个金融海啸以来 整个经济起飞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只要他QE一出来 一丢出来 基本上黄晓玉先标的再说 然后黄金石油先标的再说 但是从近期的一个表现来看 我们看到黄晓玉 有可能是因为供需的一个原因 近景好像产地的一个部分 有一些天灾的一个因素 所以导致于产能 有点说减少的一个情况 导致于价格往上涨 但是QE之后 居然产能好像出来了 所以导致于价格往下跌 但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是 当热钱出来的一个情况底下 他会流到哪里 他不流到原物料 然后他又不流到新兴国家 那么接下去问题又来了 他到底应该会流到哪里 是 凯文这个部分的话 事实上在过去的话 这段时间正热的情况之下 我们一而再再三叮咛给大家 担心这是一个反向的一个思考 那么在副总部分 你想来听听看你的观察 所有的报价上扬 也不见得就是一个 相对于业者 就是一个有利的地方 下面一组 来看一下最滚的胡须章 不管他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结果他调涨之后的话 再调回原价 最后最终 还是一个低头进攻之下 今晚老板要70块 这个便当差很多 真的差很多 结果他最后还是不得不低头 这个是一个方向性 一个逻辑可循 那么想听听看 在副总的观察 黄小玉等等 原物料族群的话 最近的变化 最近是有些回软的压力 会继续做出回测吗 相关的概念股 过去看起来有些社会 有一些想象空间 现在呢 我想这个黄小玉的部分呢 它基本上呢 它是一个生产周期 可以调整的比较快的 因为它大概每一季呢 就会有新产能开出来 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说 之前呢 这个黄豆小麦玉米 它在这个包含了这个干旱 再加上这个Q13 这个热潜的推升 来到一个相对高点的时候 可能呢 它就来到它这种价格 相对的一个顶端 为什么这相对的顶端 因为这个黄豆小麦玉米呢 这个价格往上拉的时候呢 这些南美洲的国家 这个就大肆的扩充 它的这个农地 因为之前我们就看到 这新闻就是在把那个 像智利等等 他们等等 阿根林等等 就加码了去把这个农地 做一个开垢 所以产能呢 南美洲的产能也就开出来 那因为它是我所说的 它这种季节性的调整 就比较快 所以你就看到说 越短的 它修正的是越多 你看像黄豆的部分 而是这一波修正 里面是比较比较快的 所以就说新产能开出来之后呢 它这个就有下滑 那至于说我们说 这个原物料这个问题 就是它重点 刚才舒田也讲了个重点 就是价格转嫁能力的一个 市场能不能接受吗 我现在这种小麦玉米 或者说你这个胡须章 这个卤肉饭 68块你能不能接受 然后要调回到64块 就是价格转嫁的能力 如果说你这种小麦 持续的高档的话 这些烘焙业者 他也是受不了 你这个面包如果涨价 这个没有消费者买 你小麦也是卖不出去 所以这个多空力道 都在一个bug in 所以我们来看 之前的价格是相对是过高 价格消费者没办法接受 可能呢又要回到一个 可能价格这个投资人 或者说这种消费者 可以接受的一个水平 好 这的确是一个观察 那么同样的 再来听听看 在中旋的观察 在刚刚都是比较乐观的一个解读 这一次针对黄晓玉的问题呢 不再暴走 而且看起来有些弱势的回答 甚至于压力比较沉重 类鼓的动向跟影响 我的看法永远跟大家不一样 我突然好害怕 其实我在看这个黄晓玉 这个我们在线 我记得有一集节目当中 我们讨论过 那其实黄晓玉这三个东西 这三个奇货物品 是现在目前全球 大家最依赖的 食物的粮食的价格指标 那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说 很快这个11月 这个美国就要选总统 那这当然这一次 选总统过程里面 这个我们看到说 这个波兰克动用的QE3 大家最怕就是QE3一出来 结果这个股市没有涨 就通膨来了 那很恐怖啊 但很害怕 当然这个我们看到说 也许有这个某种政策面的一个关系 有人在特定在压抑这个 你的结论是 我们认为结论很简单 这个很有可能 这一波的一个拉回 到美国总统大选完之后 就有可能要重新开始 往上做表告 这几率是很大的 因为如果说投资 你指的是原物料的价格 还是股价 原物料的价格 就很有可能会重新再往上再走 另外一波 真的反映热钱的一个行情 因为这一波里面 我看到说 美国事实上动作的频频 包含在整个原油的一个部分 你看连续性的一个重挫下跌 第一先逼这个伊朗的部分说 麻烦你增产 增产好不好 把价格压到每一桶90块钱附近 再下来战略石油适出 事实上他们在背后动作相当的多 就希望说让大家感觉到说 我印钞票不会导致于通膨 一切通膨不关我的事 人不是我台 那民生大家都很快乐 因为物价都掉下来了 然后这个大家钱也都变多了 这是一个繁荣荣景的一个假象 Illusion 在中学部分你提到这边的话 其实你这样的观察到 真的跟大家都不一样 搞不好跟全世界会不太一样 什么意思呢 我举个例子 在美国市场行情里头的话 现在他们怀疑是说 在总统代算后就跟台湾同样 大选之前的话有点撑住 花了这么力气 吃鸡的食奶力量都出来了 他就是要撑住到大选 大选之后担心 就是一个下跌的开始 现在是整个怀疑在这里 所以你的看法当中反而是倒过来 还是认为说反而大选过后的话 有些涨势的机会 就是因为原物料它是完全相反 原物料它如果飙升的话 大概是全面性 可是你逻辑上头来看到是 在整个国际股市部分 似乎也是正面的啊 国际股市方面来讲的话 我们认为说在总统大选之后 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或许会出现比较动荡的一个走势 但是在原物料市场方面来讲 它是完全不